學聯前副秘書長岑奧輝表示 今次遊行是繼佔領行動之後 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抗議行動 反映很多市民支持願意作出犧牲 爭取自由的社運人士 並且向政權表明不會屈服 我們相信我們沒有干預司法獨立 現在是林鄭月娥、袁國強、北京政權 透過香港的司法機關去打壓香港 願意犧牲、願意爭取自由 爭取民主的香港市民 他們這個陰謀 我相信今天出來的市民 就是大大聲向他們說 我們不會屈服